黄少奇揪心痛哭演技大爆炸 韩瑜甘愿喊他师父 三历台湾台八点台剧金家好媳妇剧情高潮迭起 由黄少奇与韩瑜组成的军林CP随着剧情发展成假兄妹 使得PTT上哀嚎声不断 一直期待两人能快点厘清神是真相附和在一起 上周五播出韩瑜 是陈芷琳 先在婚纱店巧遇筹备婚礼的黄少奇 是金彦君和大牙 是赵应新 各自离开婚纱店之后 黄少奇拨了通无声的电话给韩瑜 一段说不出口的泪 哭的网友再次叫好 情绪和演技都大爆发 令人赞赏不已 这一场黄少奇压抑住情绪却又止不住泪水的桥段 在正式播出后 果然得到不少粉丝朋友的赞赏 说是无声的痛比其有声的痛还要更加难受 黄少奇表示当时演出时 并没有韩瑜可以对戏 只能拿住电话空演 所以他当下非常投入剧情 心里想助指林和彦君相爱不能爱的状况 才酝酿出满满的情绪 而且一度哭到不能自己 脸发红 头抱倾心 更一度呼吸不上来 而同样面对空气演出的韩瑜 也在看了播出后 和网友分享心得说完完全全程扶少奇哥的演技 那种浓郁又充满爆发力的情感 望尘莫及 一个人 无人对系 无台词 却远得淋漓尽致 叫这声师父 甘愿 黄少奇与韩瑜荧幕情侣搭档演出 被网友称为三世行员 也因此看住军林CP对彼此心事一浓时 网友们的心更是被牵动不已 直呼感染力好强 两人哭戏演得好揪心 看到哭了 原以为两人在金家好媳妇能终成眷属 如今眼看两人揪心哭泣为婚礼前哨战埋下种子 使得在剧中同样深爱艳军的大牙 也因角色成为炮灰 网友们希望他能主动退出 更预言他和黄少奇的婚礼从迎娶到步入礼堂 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大喊休戴机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